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讲起兵法也是很有一套的 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因为当时他很是受诸葛老先生的看好 所以呢 一有时间呢 他们两个便就坐在一起畅聊 以及商讨一些兵法之事 大家也是都知道的 诸葛老先生这个人也是很有智慧的 可是在兵法上面也是并不擅长 所以他也是很看好他 以至于认为自己的兵法是不如他的 所以他也是深的诸葛老先生的信任 一旦自己有哪些不懂的 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马上就来向他求教 两个人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不一般的友好呢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并不让刘看好的 因为在刘觉得如果过于依赖他 也就很容易马氏兄弟的权力独大 以至于会影响到自己的控制 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在刘看来 他这个人总是会说得非常好 可是行动上却没有 所以他就是一个只会说大话之人 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才学 所以不能加以重用的 也是一直劝阻诸葛老先生 说这个人是不能留的 他不死 蜀国就会灭亡的 我也是都知道 在当时白帝城的时候 留了也是因为即将离世 所以就自己的儿子和国家大任 都托付给了诸葛老先生 当时诸葛先生也是立志自己要兴赴汉士 可是当时行事也是相当的复杂 而且在刘去世以后呢 也是有很多忠臣 也是都相继的离世了 也只能依靠着诸葛仅有的智慧 在苦苦的支撑着 而当时如果解释靠他一个人的话 是根本做不了一些什么事的 所以呢 当时的马迹也就被诸葛重用了 当时也是让马镇守接停 并且也是都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不妨等等 只需要照做就可以 然而 马也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并不按照诸葛所吩咐的那样做 可是等到开战的时候 他才发现 真实的和他所想的 根本是两回事 结语 所以最终丢了接亭 治死之后的损失 也是相当的惨重 最后也是诸葛无奈将他处死了 之后的蜀国 也是国事渐渐的变入 最后也是真的应了留的那句话 最后灭亡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